刚刚我们看到了六年级的镇股师 年纪轻轻已经换了好几个行业 而接下来呢 这位五年级生也是在事业有成之际 选择转业 转业的理由是因为兴趣 这位台南的布丁达人 他从小最大的兴趣就是烘焙 他原来呢 是年收入两千多万的汽车零件老板 但是赚钱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于是他在中年转业 投入他最爱的烘焙这个领域 没有店面就靠网络来贩售 那么也凭着他对这个兴趣的专注 现在呢 他可是已经成为千万收入的 网络布丁大王 一开始是用手打 而后来其实师傅受不了了 就感觉用机器了 因为手会酸啦 因为手都快打到头肌了 满满的新鲜鸡蛋用料好不吝啬 网络团众人气王 知名的台南布丁达员郭峰城 正在做招牌烤布丁 第一关具有经验门槛在其中 打蛋可不能美得冒泡 因为打到起泡 它的组织会比较粗糙 因为我们希望它做 因为我们在讲说 烤布丁就是一种甜的蒸蛋 那你看那个日本茶碗蒸 是不是很绵密对不对 打到起泡 它就变成它的组织会有空洞 做出了布丁 它组织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绵密 鸡蛋打到均匀加入鲜奶油 增加滑顺口感 然后倒进牛奶你浓我浓 牛奶和鸡蛋的比例是另一个关键 但放太少不够香醇 加了太多口感又会偏硬 不好讲太多 因为每一家的蛋 因为是蛋的比例 蛋跟牛奶的比例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怎么办 这个不方便讲太多 大概是1比1吧 1比1的话应该不到 买蛋比例事关口感品质 不方便多说 另一个原因是郭峰城到现在 还没个终极版的完美数字 做了三年左右 一款烤布丁配方做法 至少修正了上百次 让一起工作的同事很抓狂 师傅跟着我们在做改良的话 其实师傅也很困难 因为他们做久了 他们会记住 他们会记住这个配方 但是因为我常常在改 所以他们会很困难说 因为又改又要重新去记住 那个整个做法跟配方 因为他们就会问我说 老板就差那么一点点是有差 那我也会跟他们讲说 对一般的消费者 可能他只是觉得好吃不好吃 但是对我们专业来讲 其实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因为我们专业的我们很敏感 一点点口感 但是消费者可能觉得 好像有平易钱好吃一点 但是他讲不出来好吃在哪里 敏感的舌尖味蕾 不只是出自高炳师傅的 专业敏锐度 还因为台南人 对食物的挑剔品味 做吃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南美食太多 那台南人的嘴也很刁 你要在台南这个地方 要做美食 做吃的 你要立足 你一定要向道友 有实力外啃一下 就会被淘汰掉 调配好的奶蛋 倒进自动填装机 准备分装烘烤 砖头形状的包装 浅叠容易受热 也是秘诀 一起甜蜜交融的 还有香气十足的 克制液态焦糖 除了白糖之外 其实我们还放了就是 我们的黑糖跟红糖 那黑糖红糖 其实它最重要就是 它是增加它的风味 那还有它的色泽 那除了风味跟色泽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点是 因为我们知道黑糖 黑糖它是一个 没有经过纯化的糖 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维生素ED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产品来讲 它消费者在吃的时候 它也会有比较一些 健康上面会有比较一些 正面的营养价值 随着耐热容器送进130度烤箱 布丁还要半小时才能出炉 不过这30分钟的等待 对郭峰城来说 满足的是30年的回忆 大概30几年前 那时候我们去给人家宴会请客 那最后都有一份甜点 甜汤之后有一个甜点 那时候甜点一定都是一个烤布丁 那时候那个烤布丁是这么大一个 那个盘子很大 这么大一个烤布丁 然后大家是拿汤匙就这样挖来吃 对 现做的一个烤布丁 那时候感觉那个印象就是 我们小朋友吃体验 最等待就是那个烤布丁 刚出炉的烤布丁倒在盘里 流泻金黄焦糖让人垂涎欲滴 仿佛是婴儿肌肤垂痰可破 挑散着浓郁鸡蛋香气 口感滑顺Q嫩 国风承说这完美的半手工制作 才是台南人认可的合格布丁 绝对不是大食品厂的工业化流程 能够统一出来的美味 烤布丁的口感它是比较 着重在它的奶香味 然后它是比较绵密 所以它在吃的时候 我们在入口的时候 它的体脑在嘴巴时间比较长的话 它的口感相对的会比较浓郁一点 除了烤布丁绝博 布丁达人的寒天布丁也不马虎 一般我们业界看得到的布丁还是奶酪 其实几乎大部分都是用 就是布丁粉 果冻粉 价格也比较低 因为它大概一公斤几百块 那像我们用寒天 我们是用日本的原装进口进来的 就是天然的海藻 海藻胶来提炼的寒天 大概一公斤就要一千八到两千块 所以跟一般的业者所用的 这个成本的差异是很大的 南天取代布丁粉 诉求健康天然 也是网路上的人气同不让 我看烤布丁差异很大 然后它因为它的强调是 这个水果的风味 所以相对的这个奶味跟那个口感 相对的会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就比较滑溜这样 小小的工厂生产的布丁 没有店面 没有广道 完全透过网路宅配 哄骗全台湾 让郭老板赚到荷包满满满 你的年营业额多少 这个它有淡季忘记 大概不一定 大概就是一整年 一整年 是现在很难做 大概 我们现在产能大概 一整年大概在 几万个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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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大概还好吧 大概就因为这个很难做统计 大概是不是 大概是不是 大概有再看五千 布丁的生产量大概 大概几十万颗啦 营业额大概也没有出 就很细算了 对 那我那问题就给你算了 好了 不要逼我 不要害我好不好 南麦布丁年营业额 逼近两千万台币 郭丰城的布丁 已经成了台南美食的代表之一 还获得2010年台湾美食伴手礼的特优奖项 一切看似顺利 但这可是他几经波折 放弃了原本的一切才有的成果 从小就对烘焙超有兴趣 十六七岁就在面包店当学徒 退伍后还到日本短期进修学习技术 郭丰城二十五岁就已经是自己 拥有面包店的老板师傅 后来因为干妈西夏屋子 希望他能够接手汽车零件公司 加上众人游说 郭丰城为了满足长辈的期望 于是收掉面包店 改行投入汽车零件业 十几年下来 业绩也做得有声有色 一年轻松赚个两千万不是问题 但他心里始终忘不了 对厨房的眷恋 对烘焙的热情 这是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美食 我很喜欢吃一些 奇奇怪怪的很新鲜的东西 因为这跟我自己个性有关系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是改去帮自己的干妈 做这个汽车零件的时候 就顶下来做的时候 其实有空前 我还是会自己在家里 用一个小烤箱 然后做一些顶心 还是布丁 那就自己吃 那有时候朋友来 也会请朋友吃这样子 三年前开始 郭丰城利用工作空档制作甜点 在网路上贩卖当作副业 没想到大受欢迎 刚开始是因为 因为主业还没有放弃 那只是当作兴趣 好 只是当作兴趣 来来来来经营 因为这个是本来 只有做得太好 对对 结果后来就是 就是无心插流 其中又与布丁最夯最烫 于是他采取专心策略 主攻单一项目 立志成为布丁的代名词 一般高饼业烘培业 它可能它有一个门市里面有好几百样的商品 有面包有蛋糕有很多商品 布丁肯只是它其中一个附加商品 所以它不可能把太多的这个心力跟人力物力投注在这个研发上面 但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布丁的专卖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研发团队 整个人力物力就是专注在这个产品的 怎么研发让它口感更好吃 然后口味更多样化 而这样的专心还不够 国丰城后来干脆结束汽车零件事业 放着好好的大头给不做 投入厨房重新做起 旁边的人都问他是不是起笑了 他说专注于自己的兴趣 还是他人生乐趣的起点 我两者都要兼顾的话 变成两者都做不好 你收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了 没有机会再回头了 所以我常常在觉得说 那时候我们是等于说 我们已经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了 已经后面也没有退路了 但是也唯有这样 你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 你才会尽你所有的力量 就是去把这个世界经营好 尽所有的力量专注于布丁烘焙 郭丰城中年转业人生转弯 不只追求财富 更在乎自我实现 砖块形状的布丁反射着甜蜜滋味 也是构筑人生成就的大金砖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